大午安 今天全球上场时间 国际依旧是聚焦在土耳其 叙利亚边境在6号凌晨 发生了7.8的强震 而在下午1点左右又再爆 7.5的地震 这个余震也是不断 而且最大的威力 也有6.6级 成为 土国80年来最严重的灾难 而在强震之后 其实也有一些 奇迹故事和暖心人物 值得被大家关注 就在第一波7.8的强震之后 是有一名土耳其电视台的记者 他在采访当下 竟然是遇到了第二波的强震 大楼是瞬间的倒塌 而现场也是立刻卷起成土 那么随着摄影镜头 其实可以看到 所有人在仓皇逃跑之际 这一名记者他是安全 到了一个定点之后继续报道 不过他随即是看到 一旁有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女孩 他就立刻跑过去 将她扛到肩上 跑到较为比较安全的地方之后 他才将这个女童放下 危机中的暖心行径也令人相当感动 目前场战已经导致死亡人数 是攀升到了3700多人 根据WHO警告 死亡人数恐怕将会增至现在的八倍 另外其实路透也拍下了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清晨 其实困在瓦砾堆下的灾民 他们依旧是在零下6度的低温中 不断高喊着救命 不过因为恶劣的天气 救援行动现在也是不断的受阻 而数以千计的幸存民众 他们也在家园被挣垮的情况下 现在根本就无家可归 不过在灾区之一的叙利亚的阿勒波 则出现了奇迹 一名孕妇她在强证过后 是受困在瓦砾堆里面 不过她依旧是用尽全力产下男婴 但是随后却不幸的去世 尽管这个母亲她并没有存活 不过她的宝宝很快就获救了 从废墟中被抱了出来 送往医院接受照顾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救难队 这个成员他是抱着这个小婴儿 当地的居民看到这个奇迹场景 都非常的惊叹 接着这个救难队的成员 他是小跑步的把孩子送往安全的地方 后方其实还追出另一个成员 是拿着这个后毯子 想要帮这个宝宝取暖 不过同样在叙利亚的地震的灾区 有一名父亲他救出受困的新生儿之后 但是这名婴儿却没有这么幸运 已经失去了呼吸的心跳 那么这个父亲他也痛哭失声 令人非常的心碎 面对土国7.8级的地震 其实有一个地理学家他就直言了 地震的威力是等同300颗的原子弹 超过5600栋的房子是形同废墟 而现在其实两国呢在得要赶紧 加紧救援行动 治安现在其实也恐怕会面临危机 根据法国的电视台报道 有一座呢是在叙利亚北部 位于正央附近的监狱 因为地震呢因此是建筑被严重的破坏 外传是超过20名的伊斯兰国的囚犯 越狱逃跑 那么位在拉霍镇的这个监狱呢 原本是关押2000名的囚犯 其中有1300人就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武装分子 而在6号地震之后呢 建筑物是严重的遭到了破坏 墙壁还有门都裂开 根据监狱人员表示呢 地震之后囚犯是开始叛变 甚至是控制了监狱 因此至少有20名的囚犯成功的逃狱 但是对于这个消息呢 英国的总部组织表示 目前不确定是否有人越狱 不过呢可以确定的是监狱呢 确实是发生了叛变 那么面对1939年来最严重的灾难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断他表示 全国将要进到7天的哀悼日 国家还有驻外的单位都要降半期 直到2月12号日落为止 那么至于救援行动 当局正全力以赴展开救援 国际线的消息 土耳其南部跟叙利亚交界处 在当地时间6号凌晨 发生了瑞士规模7.8的强震 当地民众形容 这地震摇晃6分钟 好像在滚筒洗衣机里头的晃动 专家说威力等同130颗的原子弹 狂炸了4-3秒钟 好端端的楼房突然倒塌 以为平地撞上旁边电力设施 爆出吓人火花 这栋建筑也是瞬间埋进烟尘中 两台汽车开在马路上 只差一点点就被倒下的楼房压住 同样在大马路边车子渔冠通过 路边房子直接垮塌 人寻惊恐逃命 这处住宅区只见两个人 前后从屋里狂奔逃命 第二个人才刚跑出来 几乎还没过一秒钟 屋子就硬生倒塌 白烟弥漫街道 宛如墨雨场景 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接洋省份 六号发生规模七点八强震 土耳其和叙利亚都爆发严重灾情死伤 雪地中这栋房屋看起来超新 也在强震中轰然倒塌 这一头这栋屋刚倒 另一头另一栋房子也撑不住 住在镇央附近的民众更形容 地震晃动至少六分钟 感觉就像在滚筒洗衣机里 上下左右晃动 专家更形容地震威力 相当于130颗原子弹 炸了43秒 更可怕的是 土耳其南部在当地六号凌晨四点多 先发生规模七点八强震后 土耳其中部又在同一天下午一点多 传出第二起规模七点五强震 时间只相差九小时左右 是独立的两起地震 都属于浅层地震 不少道路被震出巨大裂缝 空拍画面房子更是倒一片 目前包括土耳其和叙利亚 至少超过3800人死亡 5700栋建筑垮塌 加上当地天气寒冷 气温预计一夜间降至冰点 周末还将有暴风雪侵袭 搜救将更加困难 记者综合报道 土耳其的史上最强地震 大楼不但地传出了倒塌的意外 还有记者连现实遇到余震 那么镜头拍下一群人 大家赶快逃 房子在后面就倒了下来 十分地让人觉得害怕 还有现在多名运动员 还埋在华里队下 记者连线到一半 所有人开始往外走 突然间快步跑了起来 摄影师没了妹地拔腿 狂奔镜头剧烈摇晃 周围不停传出巨大的碰撞声 喊尖叫哀号 身后一栋栋大楼接连崩塌 一群人像被追杀似的 藏皇逃命 回头一看 尘土满田 民众满脸惊恐 之前连线的记者被拍到 上前帮忙一名受到惊吓大哭的女童 主动将她扛到肩上 送到安全的地方后继续工作 土耳其连续强震导致多栋民宅垮塌 刺伤惨重 当地媒体报道 土国有一大批国家级的运动员失联 恐怕被埋在瓦里堆下 生死未捕 其中包括曾效力印钞的足球明星阿特苏 以及一支女子职业排球队 全部14名成员 球团的总教练通过社区媒体 发出求救短片 泪流满面 在地牛翻身前 民众在距离灾区不到200公里的地方 拍下天还没亮 四周传出物品的敲击声 接着一道道神秘蓝光乍现 伴随剧烈雷鸣 令人毛骨悚然 建筑开始碰动灯光瞬间熄灭 城市暗淡无光 拍摄者自私下的停止路由马腿狂逃 短短30秒影片呈现暴风雨前的宁静 网友好奇神秘蓝光 难道是上天给人的警讯 其实2017年墨西哥8点1地震时 也出现类似的地震光 学界至今没有明确说法 其中有猜测是地球磁场和电离层 产生局部破坏 引发强大电场摩擦发光 土耳其激请求国际援助 包括欧盟 北约和四十五国 已经表明伸出援手 救难队陆续抵达 交战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也表示将提供协助 记住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